賴老先生跑到學校真的是孫女的監護權 這一家人在校園吵吵鬧鬧 當初這位老先生就是五億高中生案的阿公 17年前他是台中一間年米廠老闆 年米廠老闆賴老先生被妻子指控 跟媳婦有不倫關係 當時這個兩歲的孫子 如今變成墜樓案的死者 根據法院判決書賴老先生跟妻子 生下的三個女兒兩個兒子 其中二兒子患有中度智能障礙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印尼籍女子 兩個人有一個女兒 後來印尼籍妻子肅請離婚 賴老先生再把大陸籍成性女子 從國外帶回家 給二兒子當妻子 隔年賴老太太就發現 先生跟媳婦有不正當關係 還兩度告上法院 二兒子車禍過世後 大陸籍妻子帶著兒子回對岸 改從娘家的姓 後來賴老先生又把兩人接回台灣 成功辦領認領手續 這個原本在法律上的孫子變成了兒子 一家人同住 而孫子口中的阿公 其實就是生父 實際循著戶籍藤本來到戶籍地 鄰居表示是看了新聞才知道 而當初見證一切的賴姓里長 二十號一早是把鐵門拉下來 不願意接受採訪 這個墜樓的高中生 他的身世背景 就是年米廠家的小兒子